当卡卡还在研究圣诞树 塞罗还在默默地加恋着 而梅西还是一点知气时 他才是这个足球世界的王 五不尽的乱世风火 他撞红天下 说不出的卢斯寂寞 他轻浮韶华 一缕不羁的马尾 偏奏于静水深流 脚下惊鸿的旋律 割落于碧海苍游 在伯纳乌 他挽破一剑 自穿白色盔甲 在斯坦福桥 他夺步起舞 遍地 血色兰花 在诺坎普 他斜业云端 一瞥缭乱的浮世繁华 那个奔跑着 大笑着的精灵 在登峰造极后 一个转身消失不见 当人们在谈论 谁是世界第一人的时候 他不知道 在哪个角落里 千胡尽隐 关于那四角横梁的传说 是真是假 他的巅峰全胜 又是怎样的强大 忘记风术宇宙中无暗 长醉浩荡白穿着疏狂 我是李志玲 欢迎收看本期作曲故事 走谈真实操作系列 罗纳尔迪尼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与 1980年巴西的阿雷格雷港 罗纳尔迪尼奥的故事由此开始 那时巴西南部的居民以欧洲移民为主 小罗出生的地方要比贫民枯好一些 父亲曾是职业求援 日子虽然过得紧些 但不至于一无所有 像罗纳尔迪尼奥这种具有黑人血腾的混血 外边的人管这种家庭叫做高桥 小罗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妈妈是一名护工 家里还收养了一只流量的小狗 这是这只小狗的陪伴 让他远离了那些鱼龙混杂的朋友们 而小罗妈妈每天都会拿着 自己做好的家庭便当 到球场上去看孩子们踢球 那的时期是小罗最幸福的童年时光 然而在他八岁那年 为了能更好的生活 父亲在退役之后同时兼职两份工作 白天坐着电焊工人 晚上还要到格里米奥俱乐部开手停车场 如此 过度透支的父亲在小罗八岁那一年 因心脏变发在家中补习临时 转眼加毒丝病 小罗的哥哥罗贝托承担起长子的责任 他比小罗大九岁 原本也是千斤可气的球员 他拼命地练球 依靠踢球贴补家用 在队里也是教练最看好的球员 可一次重大的伤病 毁掉了他的足球生涯 他告诉小罗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子 有责任让家里的生活好起来 小罗看着哥哥 想起去世的父亲 想起妈妈那双满是辛劳的双手 那一刻起 他每天都会踏上 从破烂屋到足球场的那条小路 他再也不是那个 只顾卖弄着小聪明的机灵鬼 我要当大球星 我要进巴西国家队 我要当十号球员 仿佛一夜之间 小罗长大了 替足球没有让小罗背负 家庭的重担和压力 反而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作为小罗足球启蒙者的哥哥 也没有想到 弟弟的足球天赋 远远超过自己 无论是街头 室内 还是沙滩 小罗毫不畏惧 用别人无法做到的方式 触球 过人 得分 即便面对年纪比他大的对手 他依然可以依靠 对皮球非凡的控制 赢下比赛 虽然在七岁的时候 就进入格里米奥清旭 但面对复杂的局面 几乎没有人教过他 具体该怎么做 如果有 那一定是上帝 13岁那一年 他代表格里米奥青年队 在一场23比0的比赛中 他打进了全部的23球 这件事情也在赛后 被当地媒体报道 凭借着在格里米奥 拔建的水准 4年后 他被带进了 U17巴西国家队 1997年 U17小罗初登国际锦标 那些赛事有着许多 在未来响当当的球仙 布冯 托地 哈维 卡西 米利托 最终 巴西还是凭借着 吉奥瓦和小罗的出色发挥 赢下冠军 1998年 小罗正式开始了 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 南美解放者杯上 小罗迎来了自己 一线队的首秀 他很快就成为了 球队绝队的主力 在48场比赛中 打进23球 那个被后人 模仿过无数次的牛尾巴 第一次在小罗脚下 向世人亮相 他在南大河州锦标赛中 打进15球 帮助球队利亚斯迪 巴西国际夺冠 1999年 小罗被卢森伯格 招入国家队 小罗终于能和他的偶像 当时已经名震足坛的大罗 一起出战 在大罗的鼓励下 小罗将天赋一一展现 尤其是联合会杯上 他一人包揽了 那届比赛的金球和金选奖 黄红出色的小罗 使得整个世界足坛 眼前一亮 也成为了 诸多豪门追捧的对象 最终 当时还没有 大金主录著的巴黎山尔曼 用一张价值 450万欧元的转会合同 将他带离了 迷人的阿雷格里港 但随着大夕阳的栩栩海风 小罗来到了繁华喧闹 可是无限可能的大都会 巴黎 也许是巴黎的繁华浪漫 也许是欧洲职业足球的陌生环境 初来扎到的小罗 有些恍惚 看上去有些瘦弱的他 起初也不被巴黎球迷信任 在尼日利亚盘内大师 奥克查身边 他还略嫌稚嫩 可在场边替补席上的小罗 总是一脸微笑 似乎毫不担心自己的未来 也许埋藏在他内心的足球野心 远非如此 2002年 上外在法甲闪到的小罗 被时任巴西主帅斯克拉里 招入国家队 参赛2002年还日式结尾 其实 那届巴西队刚集结实并不被看好 与联赛擦肩而过的大罗 刚从职业生涯重大商品庄走出 而已经儿力之年的瓦刀 已步入往西风力 他们在南美区预选赛 跌跌撞撞地出现 外界都将小罗视为大罗的替补 可斯克拉里一排中意 决定重用小罗 只是这个决定 让小罗有了让世界知晓自己的机会 文艺 古典 优雅 这些不属于丧巴精灵 人们第一次见识到 那种只属于天才的灵动鬼魅 他杂耍般地戏弄所有对手的防线 与两位老大哥并驾齐驱 成为足球史上最强三叉几之一 2002年6月21日四分之一决赛 巴西对阵英格兰 日本金刚埃克巴体育场 那个炎热的下午 罗纳尔丁尿 迎来了职业生涯 竞典一战 卢西要了一次失误 被欧文抓住机会 追封少年 先把头筹 最后属于小罗时刻来临 第一次级 第四次级 大魏西曼 这位为三师军团镇守球门十余载的伟大门将 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自己39岁的时候 遇到这样一脚吊射 这样一记诡异的弧弦 这样一位信无旁骛的丧巴舞者 在随后的比赛中 塞尔领衔的巴西队一路杀进决赛 横冰国际竞技场 巴西队战胜德国 以下只属于他们的专属五姓巴西 大罗用八粒进球 拿回了四年前曾失去的东西 尊严 而小罗 凭借着三个助攻两粒进球和经验的发挥 得到了一张门票 上面写着 未来 回到法甲 小罗成为了王子公园球场的新王 巴黎市长亲自为他颁发荣誉勋章 他也穿上了奥克查离开后 所留下的十号球衣 俱乐部还将象征领袖地位的队长修标 戴在了他的左臂 而小罗的才华和出色的个人技巧 如同巴黎的夜色一样 引人入胜 他带领球队横扫斯丁马赛 在德比战中大眼帽子戏法 面对杠钢队 他打建了在法甲生涯的代表作 放浪不羁的性格 与浪漫制度的巴黎 看似完美契合 然而法甲联赛和欧联杯的舞台 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与主帅菲尔南德斯的矛盾 加速了他离开的脚步 2003年 宿命的齿轮开始转动 飞鞋门让贝氏弧线轮走波纳乌 本想利邀小罗加盟的曼联 被巴萨截胡 而走了小贝丢了小罗的曼联 从里斯本带回了一名小将 多年以后 这是小罗默默提携的新王 与那名也叫做罗纳尔多的小将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仿佛一切都在命运的编排之下 2003年7月的一个下午 现场三万球迷 打开了这个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 小罗接过了红蓝色十号球衣 多年无关的巴萨刚刚经历了重建 2003年9月3日 面对塞维利亚 小罗用一脚寂静四座的巴萨竹子球 宣告一个时代悄然降临 偏偏起舞的精灵舞者 用演化聊聊的技术 让对手和观众惊叹不已 他将从小就深暗的各种足球技法 一一展现 用神龙摆尾往运对手 用盲船欺骗镜头 用唱花脚送出船中 让他高速启动时 他像是扎着一头马尾的褐色梦魇 让他扭动身形 他像是上手弄自的绝带无量 小罗的热情奔放 点燃了沉寂已久的夹台夜空 加盟巴萨的第一个赛季 他打入22球 带领巴萨连续17场不败 帮助球队反穿黄马成为亚军 虽然大瓦伦一军出去最终得冠 但已扩别冠军五年之久的红蓝球迷 并不会绝望 因为奇迹已经来到他们身边 只尊重内心的愉悦 感受足球快乐的小罗 他的球技 他的笑容 直击人心 感染着世界上每个喜欢足球的人 那标志性的笑容 也成为各大商家追逐的品牌印象 他和知名体育用品的那次奇化 引起热议 连续四角击中横梁 用以恰好的回弹路线 回到他的脚下 那时球迷们都在讨论这段视频的真假 如今我们再回看这个视频 是否加入了数字特效 已经不再重要 也许只是一个下午 他就能成功许多次这样的操作 2004年 在巴萨罗那的第一段时光 小罗就用一座世界足球先生 作为首尉 黄澜球迷也无比期待着 这位精灵舞者 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冠军荣耀 04-05赛季 西班牙国家得比 大小罗首次对决 小罗先是助攻猎豹 进球得分 三半场又打落一笔点球 完成了自己的得比初次进球 从本场比赛开始 西甲的秩序被重新打破 李杰卡尔德赋予了小罗完全的自由 小罗挂着灿烂的笑容 一路帮着巴萨 赢回那早已消失多年的西甲冠军 斯坦福桥 他翩翩起舞 欧洲最佳防线 瞬间瓦解 让蓝军的死兽们 也无法找出不爱上他的理由 那个赛季 国家得比第二回合 小罗面对皇马 七大巨星 罗纳尔多 七大内 欧文 劳尔德金球 让银河战舰顺利返航 带走了胜利 没有放弃的小罗 用那季穿透2.2亿身价 人强的任意球 提醒着白色战舰 他带走的是冠军 2005-2006赛季 罗纳尔迪尼奥全胜时代 这个不可阻挡的轰来时候 再一次惊艳了世界 又是国家得比 这一次 无数伟大的名字 都在这个夜晚 黯然失色 有38年 是国家得比赛 超过的野场 的球场 当然 是 他可以找出不同的选择 是 只能走 是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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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体的危险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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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他不仅带领巴萨 避免联赛冠军 在巴黎 磅礴的大雨中 在阿塞那人 忧伤的双眸里 他带领 互兰军团 居领欧洲 三年的时间 他让巴萨 从历史低谷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小罗一步步建立孟二王朝 也一步步 掌量出世界 与他的距离 2005年年底 他蝉联世界足球先生 同时首次 荣迎欧洲金球奖 那一刻 唯有一流思绪 穿过云端 跨过山沦 回到那片 曾经光脚踢球的 阳光沙滩上 海风 扶过耳畔 一串串轻轻快的脚印 在寻梦的旅途中 辗转成歌 浪扬在 最美的年华 2006年世界杯 五星巴西 冰巧马撞 老道狠烂了大罗 风华正猫的卡卡与阿德 加之炉日中天的小罗 人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将会从 五星球衣上再添一毛 可直到他们在 八强战中 面对由齐达内 和亨利率领的高路雄击 巴西天才 全都迷失了方向 小罗更像是 98年决赛的大罗一样 他的灵动和飘逸消失不见 比赛之后 场边的小罗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他知道这些大赛前 八七的球迷 对他寄予了多大的期望 他没能对象 自己向球迷取下的诺言 他更不知道的是 这些世界杯 将会是26岁的他 在世界杯的绝场 回到西班牙 小罗的状态 还未出现断案式的下滑 他的天赋 依旧给他带来了漂亮的数据 49次出场 84球 14注 但他仍在一点点 透支着他的天赋 巴萨在联赛又是冠军 在欧冠被红军淘汰 此时 足球带给小罗的快乐 不再像儿时和小狗兮兮的单纯 而是成人世界的欲望 这一年 他让哥哥罗贝托 成为自己的经纪人 巴塞罗那的妙慢夜晚 令人着迷 但那本不属于这个丧巴精灵 而小罗却在夜色中 流连忘返 随之而来的是伤病 近期的渡男 和媒体的口诛笔伐 他在队人的地位 也摇摇欲坠 就连队友和巴萨教父 也对他可有微词 他成了那只黑山羊 球迷也再也不愿意 把掌声和欢呼 送给这位昔日的红蓝天王 而是那名迅速崛起的 19号小将 当瓜迪奥拉来到诺坎普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请走这位 已经自甘堕落的国王 出场207次 94个进球 又是9个助攻 是他梦二脚下王朝的 点点滴滴 5年前 他降临诺坎普 万人空向 现在他离开了 却来不及道一声珍重 说一声再见 值得安慰的是 那唯一一个 不舍他离去的小将 在日后接领了 他的10号球衣 那是小罗 在巴萨最后的愿望 了解梅西的球迷都知道 梅西在进球之后 经常会有两种庆祝动作 一种是双手指天 这是纪念他去世的外婆 而另一种就是跳在队友的背上 而第一个在球场上 背起梅西的人 就是小罗 那时 巴萨一队的训练时间 是下午4点 梅西所在的青年队 训练时间是2点 小罗会经常在训练之前 来看梅西踢球 一天训练后的下午 梅西在场边 静静地发着呆 小罗背着一身阳光 消息息地走来 嗨 小天仔 又看到你了 小罗突然看向梅西的左腿 觉得似乎有些不太寻常 他忍不住好奇 上下问道 我看这腿怎么糊 你不要腿 看我给你走 我过去都没走 就完了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这么严重呢 我甩丢了多少只鞋了 年少的梅西拥有不适出的颠覆 却也有着脆弱身体和羞怯的性格 是小罗保护了他的颠覆 在场下 他给予关心和照顾 为梅西融入球队 保驾护航 他就像是梅西的哥哥一样 鼓励他 他会经常拉着梅西 和队友一起吃饭 走着向身边的人介绍梅西 说他是能够超越自己的人 即便那个时候 梅西还未代表巴萨一线队出场过 2005年5月1日 17岁的梅西 打入了巴萨生涯手球 为他送上助攻的 这是小罗 当梅西进球后 不知道该怎么庆祝 其实 在巴萨的队内 有着一个传统 进球的人 要在第一时间感谢 为你助攻的队友 而这一次 是比他大七岁的小罗 跑上前去 一把将梅西背在身后 当梅西被清贯犯规时 第一个上前的 也一定是小罗 在小罗低迷的时候 为了能帮助他找回状态 梅西在一场比赛中 传球给小罗25次 却只传给了亨利两次 在进球之后 他也会用小罗 标志性的手势 也会用摸鼻子的动作 讥讽拉布尔塔 小罗根本不会建议 梅西取代他 成为所谓的新王 但他会建议 建议他们一起 年少跋扈 青春飞扬的时光 就这样 一去不回 2200万 一个28岁的 罗纳尔丁尼奥 地中海彼岸的 米兰城相信 这个精灵 还没有完全 褪去他的光环 那盛大的加盟仪式 和盛西罗 球迷的歌声 让小罗找到了 出动欧洲的机动 那个赛季 他出场36次 打进实力进球 6个助攻 安全落地 给予他最大的自由 如果能保证体能 保证训练质量 八字没帅 将保证他的主力位置 09-10赛季 卡卡离开米兰城 小罗成为了 前场的核心 这个赛季 他在努力寻找 巅峰的自己 想找回球迷 送给他的欢呼和尊崇 想找回那个 花西国家队的 10号球衣 为此 他在那个赛季 交出了15里进球 15次助攻的数据 在宇文图斯的 两回合比赛中 他两次没卡而渡 然而 一甲助攻王的荣誉 没能打通邓家 他被排出了 2010年世界杯的大名单 自那以后 刚满30岁的 罗纳尔迪尼奥 迅速陨落 他又一次 夺基纳 指最精明的安全物理 2010年年底 在亚平宁的 瑟瑟寒风中 小罗踏上了 回家的班机 里约热内卢 至此 精灵坠入凡尘 那青龙慢念 用蓝散弹的 桑巴舞步 绝积欧洲 回到巴西的小罗 四处漂泊 无以为家 他回到巴西 又转转墨西哥 然后又回到巴西 他又再一次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身穿10号球衣的他 打进17球 带领米内罗经纪 登顶美洲 人们在感慨岁月的同时 却有无限伤感 因为 33岁的罗纳尔迪尿 依然在挣扎着 可渴望在最后的余晖中 去追寻曾失去的美好 那份不甘 来自巴西黄色战袍 来自2010年 巴西本土世界杯 可是与四年前一样 蓝美足球先生的殊荣 也没能让他有 再一次为国出战的机会 2018年 罗纳尔迪尼奥 选不退役 离开足球的小罗 在流云之外 无条件相信他的哥哥 20年的职业生涯积累 他本职的更好的退休生活 然而那些五花八门的商业项目 并没有让他和哥哥 更从容地生活 他的号召力 也被无数次地欺骗和利用 一天 他受邀去参加一个 巴拉圭的赌场活动 他以为只要像以前一样 拍拍照片 握握手 就会有破风的回报 没想到 却因涉嫌使用假护照录狱 这一次 他尝试了尊严 在监狱里 他度过了自己 40岁的生日 这里是我最不想提及的一段 每当看到有人调侃 求王 求王 不知何言 小罗在监狱期间 确实赢下了 监狱杯的冠军 奖品是32斤猪肉 赢球的那一天 他看上去和当年 赢下冠军时的笑容 没什么两样 有时 他奋力寻找 有时 他竭力奔逃 从未改变的 是他依然善爱着绿荫 善爱着这一方 混迁梦让的球场 只是 那个一球红蓝的翩翩十号 再也无法回到 梦开始的地方 风华是一只流沙 苍老是一段年华 那CC旧梦 映射着时光的倒影 明眸里 那片儿时的海滩 依然波光淋淋 孩童脚下的皮球 去使待发 飞往远方 那条金刚舞后的美丽弧线 曾划过法兰西 银色的夜空 飞向唇美无瑕的灿烂彼岸 倾触着 你我 青春的心房 如今 他沿着岁月的轨迹 渐渐下坠 与年华斑驳的 岁影相逢 落至一旁 这那样 岁月 静静地看着 看着 飘渺灵动的黑色发丝 掉灵在 如节 卢梦幻的云海 看着天马行空的 桑巴五步 停住在 四面 自绚烂的心烦 看着那么 记忆中的微笑 渐渐褪色在 那片 归途的蓝海 这个Ending我不喜欢 所以我要改一下 因为它是 罗纳尔蒂尼奥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